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半导体808的加水过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仪器的后方有一个后箱盖 四周有四个螺丝 我们需要把螺丝给拧开 注意一手扶一下它的把手 避免螺丝拧掉之后后箱盖有脱落 把后箱盖执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水壶 水壶我们需要把它拧下来 左手扶着平盖 右手拧平身 往左前转 注意一定不要有瓶盖 因为瓶盖是连着仪器的 我们把水壶取下来之后 一般新的仪器会有两个管子 长的是进水管 短的是出水管 而且两个管子都是闭合的 我们需要准备剪刀把管子给剪开 那么这个长的管子呢 我们需要剪2到3厘米 尽量斜着剪给剪开 短的没有要求直接剪开就可以 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把短的这个出水管给拔掉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面有一个黑色的装置 在拔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黑色的装置往上推 使这个黑色的装置往上推 推上去之后 我们一定是在推上去的这个过程中 才可以把管子拔掉 直接拔的话是拔不下来的 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管子剪开之后 我们开始给仪器加水 在水壶里 一定要加满 加到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加完水了 一定要加到这个位置 加完水之后 我们直接把管子放进去 把水壶放进去 瓶盖不用拧 直接放进去就行 后箱盖也不用盖 我们连接好电源之后 直接开机 那么新的仪器呢 开机之后它会循环一会儿 水位会进入仪器的一部分 那么水一般会减少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减少了这个位置之后 不再减少之后 我们需要关机 把电源拔掉 然后再加水 新的仪器是需要二次加水的 还是加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水壶给拧上 还是一只手扶着瓶盖 一只手拧瓶身 二次加水之后 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 可以把后箱盖给盖住了 那么平时我们在使用仪器的时候 这个水壶里的水是不会减少的 它不是消耗品 是循环来用的 所以说仪器对水质有要求 建议我们在夏天春夏的时候 仪器使用比较频繁 建议15天左右去换一次水 尽量使用蒸馏水 在秋冬季的时候 使用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15到20天去更换一次水 那么再次去更换水的时候 就不必像第一次加水这样 直接把里面的水全部倒掉 然后再加满就可以了 一定要加到这个位置才可以 因为仪器对它的水位有要求 如果没有加满的话 到只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说新的仪器 我们只加到这个位置 它消耗之后没有再加 那么是无法正常使用的 好吗 好吗 好吗